我們現在要跟你上個內容 是告訴你 什麼叫做F等於MA F什麼意思 M什麼意思 A什麼意思 F等MA公式很簡單 你很容易背下來 考試的時候你會寫說 因為你帶錯了 你帶的東西帶不對 所以你答案是錯的 你必須要了解 什麼叫F 什麼叫M 什麼叫A 老師說 所有你的問題問自己三件事 1.我誰受力 2.受哪些力 3.合力是多少 而這個F就是合力 就是你的合力 所有的力量 它受三個力 如果你只挑其中一個力去算 當然也可以有F等MA 可是那個A就不是它真正表現出來的加速度 真正你量到的加速度 那什麼是M 就是質量 受力質量 一開始問問題 那個誰受力那個誰 那個誰受力那個誰 那個誰的質量 那個你所考慮的受力物體的質量 就是我的受力的質量 那麼 什麼是A 加速度 那個你量得到 測得到 你量得到 測得到的那個加速度 實際上表現出來的加速度 就是那個A 所以F等MA的F指的是Y的合力 M就是你所考慮的受力物體的質量 另外A就是它真正能夠量得到測到的加速度 因此 有些題目裡面 它告訴你說我的質量是5公斤 我的受力10牛頓 可是它A不是2 原因 它有摩擦力 所以它那個10牛頓不是合力 要扣掉 所以 有些題目裡面你要注意 可能有別的力量 使它合力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題 這一題比較單純 它就是要告訴你 你的F必須是合力 它說有個東西的質量 5公斤 然後受到一個向右 一個向上的力量 分別是3牛頓跟4牛頓 想請問你它的加速度有多大 然後我們講過 什麼叫F F等MA 什麼是F 外力的合力 什麼是M 受力的質量 就是這個動機的質量 什麼是A 就是兩樣道的加速度 然後這個東西受到一個向右的力量 跟一個向上的力量 根據我們之前所學過的合力的計算 要用的叫做B4定理 那34就變成多少 5 所以呢 就是合力就是5牛頓 合力就是5牛頓 所以不是3牛頓 也不是4牛頓 也不是7牛頓 也不是1牛頓 是5牛頓 然後就有了 就可以了 抓裡面帶就好了 F等MMA F就是合力 M就是質量 所以呢 合力是5牛頓 其量是5公斤 算出來加速叫做1 所以呢 我們的加速就是1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的是C 這就是立體的06 很簡單 就是在要你看 合力 合力 F就是合力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立體06 âr內臨 而且努力運at 事頂